小舅舅 小舅舅 你怎么了 失恋了 你遇到什么感情问题了 我可以帮你出出主意啊 去睡觉 谁让我小舅舅这么发愁 快告诉我 我是女人 我肯定比你更了解女人啊 她不喜欢你 她谅着你 她骗你了 一个女人骗你 要不就是不爱你 要不就是 太爱你 我小舅舅那么有魅力 那个人一定是因为她爱你了 所以才会骗你 她不愿意你知道一些事 说明她觉得这些事会破坏 她在你心目中的形象 她这么在意你的看法 可不就是她爱你了吗 人都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她 她要是愿意相信我 她自己会来问我 她要是想相信自己听到的 也许解释也没有用 一个人不想跟你更进一步 不会只是因为听到了某句话 或许就是单纯觉得 跟你没到那份上吧 你不许解释 你在财经界就学了些这个 明天要上班 早点睡觉 所以 我刚才都说对了 到底是谁让小舅舅这么头疼啊 老关同志 那么 σ Third 和我家伴问你 从见证地是她的 您说的 你今天去马场了 怎么 遇到事了 你呢 遇到什么开心的事了 过几天带你见个人 不会是要带我去见我的后妈吧 让我猜猜 我后妈呢 年轻貌美 你呢 老牛吃嫩草 谁是老牛啊 行行行 那改天我见见 那想见你的时候再说吧 等他愿意见我的时候 您难不成是备胎啊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 人家有人家的顾虑 我尊重他 我愿意等他 顾虑 那就是顾虑我呗 那您 喜欢他吗 你说呢 我呀 想跟他共度余生 明白了 是吗 爸 我希望你可以跟你爱的人在一起 希望你幸福 来 老官 小姨 我有事想跟你说 你说 管机这小子啊 真是长大了 那你别放心了 是啊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他 不如我们哪天一起吃饭 也介绍你们正式认识一下 好啊 我看看时间 拜拜 好的 好的 来了 您好 我是程兴 这是我的合伙人郝王叔 您好 我是徐彦 两位真是年轻有为啊 我是关系 我是玉游 幸会 看来两位管理有方案 整个公司看起来朝气红补 都是程兴的功劳 公司管理和业务洽谈 一直都是她在负责 又给我戴高帽子 旺叔父的技术研发和升级 技术是我们聚合的核心竞争力 等下让她给你们好好介绍一下 各位 这边请 我先带你们参观参观 我们的实验室 请 你们实验室规模这么大 为什么还需要投资 部门关总 我们聚合 几乎把所有赚的钱 都投在实验室里了 现在几张技术都有了突破 铺就需要资金支持 才能做更多的事 这边请 你看 这个呢就是现在 我们公司的最新发明 行 是 我俩平时基本都在实验室 偶尔外出谈室 反正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很少 就节约经费 压缩了一下空间 我比对过你们的研究阶段和成果 在国内能处于领先的位置 有不少人也都看好你们 不过如果按照你们说法 按理说应该做得不错 郁教授是不是想问我们 为什么还没有钱 我和旺叔加年轻 资历还浅 聚合的生产规模也一般 投资公司了解之后 大多认为我们变现能力一般 尤其是我们还是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和利润 放在了技术方面 所以市场占有率一直上不去 我听说你们都是科大毕业的 对 我俩是同学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就志同道合 毕业的时候也都想过去湛蓝那样的大公司 但了解了一下 觉得还是自己创业比较适合我们 你们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回去以后云创的评估团队会做出评估 后续也会有专门的项目组跟进 郁佑这边也会出去详细的报告 诶 石总 有件事我们还是希望现在说 我们还是希望现在技术上时间突破 达到行业领先地位 再扩大生产 没问题 这一点我想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 我们都喜欢用实力说话的团队和企业 比起量 云创跟中市智 只有技术领先了 量才有领先的基础 好 来 舒逸 过年回不回乌城啊 不回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乌城人 原来是我搞错了 乌城不是最处美女吗 我一直以为你是乌城人的 不回乌城 她说那么多 就为了吹一波彩虹屁啊 她最近怎么了 谁知道的了 不过她倒是提醒我了 还好是昨天就要春节了 对啊 我得赶紧买好回家的票 我得看看票 喂 妈妈 怎么了 弟爷 你跟郁游最近见过面吗 妈 我上班了 妈知道 妈就是问问你 最近你们两个进展怎么样啊 你别逼着我相亲了 我怎么逼你了 人家郁游有什么不好的 妈 妈 第一 我没时间相亲 我很忙 第二 我有男朋友 再去认识一醒 她会生气的 谁啊 又是那个搞金融的 我很专意的 行了 我还不知道你吗 回回都说有男朋友 也没见你发过朋友圈 或者带回家里来 难不成 丑得见不了人 那不可能 你的眼光随我 妈知道 我真有男朋友 你怎么不信哪 那过年带回家里来啊 人家比较忙 是吗 多大了 二十七 家里干什么的呀 做生意的 那把照片发来 妈妈瞧瞧 照片都没有 就知道你这孩子在撒谎 我等会儿给你发 我这么忙呢 挂了啊 你 照片呢 来 给我看看 我倒要看看 有没有育友长得帅 就算不图别的 光是这长相 当个男朋友 好像也不愧 看看 这是你未来女婿 这是你继父 你妈我 好歹是个大学老师 也经常上网 拿这种方式 糊弄搪塞我 也太瞧不起我了 就这周末 赶紧约玉游 不然 你懂的 郁教授 周末有空吗 有空的话 我想请你吃个饭 好 初一姐 你怎么了 是工作上 遇到什么难题了 工作是难不倒我的 难倒我的只有我妈 她又让我去相亲了 你要去相亲 是条件不错 不输小舅舅的 那个相亲对象 可是 你不是要 我妈硬逼着我去的 约了周日 你以为我想去啊 那就不去了呗 我们不是说好周日 我请你做SPA吗 嗯 我的烦恼你不懂 你妈是着急催你结婚 她完全是在磕CP 她单方面觉得人家条件好 觉得我们特别合适 她是做什么的 大学老师 这年头 大学老师怎么遍地都是 没什么 我是问她教什么 教金融的 金融 那和舒逸姐倒真的蛮配的 你们聊天的话 会有很多共同话题 可是这样的话 你的小舅舅怎么办 如果我告诉实验 我被逼着去相亲 实验 我妈逼着我去相亲了 我们 舒逸 别去 对 不对 实验不是这种人生 我没办法围抗我的母亲 我只能去相亲了 我们 我不同意 我直就去找你母亲 说明一切 阻拦这件事情的发生 没用的 无论如何 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女人 去相亲 不可能不可能 以石燕的性格 就算我告诉她了 她只会 石燕 我妈逼我去相亲了 那正记者请加油 舒逸姐 晓月 晓月 你不是约我周日做司报吗 有没有兴趣 再一起吃一顿晚饭呀 嗯